我的好徒儿泽塔啊,你赶紧起来,我们一起去找贝利亚复仇,这可恶的贝利亚竟敢偷偷混入光之国小镇偷袭我们。 放学回家的小赛罗和小迪迦,看到躺在路上的赛罗和泽塔,连忙就跑了过去。 赛罗叔叔,你和泽塔在这倒什么飞机,一个晕倒,还有一个也是即将晕倒。 你们两个来得正好,贝利亚潜入了我们光之小镇,偷袭了我和泽塔,我现在爱心能量即将耗尽, 赶紧把你们的能量分给我吧。 随后,小赛罗二话不说,直接将他的爱心能量传输给了他的爸爸赛罗奥特曼。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了一点,但是还不够,小迪迦,你也和小赛罗一起把你们的能量传输给我吧。 随后,小赛罗和小迪迦同时给赛罗传输了爱心能量,可是过了一会儿两人竟然因为体力透支而昏倒了,真是好诡异啊。 哈哈,你们想不到吧,其实我就是贝利亚,你们还傻傻的, 将你们的爱心能量传给我,今天我就要用这一招假冒赛罗,将你们光之国所有的爱心能量全部收集过来。 随后,贝利亚又顾忌虫师卧倒在路上,等待着其他奥特曼上钩。 不一会儿,德凯和杰德发现了躺在路上的四个人,就赶紧跑上去查看情况。 赛罗,你们这四个人是演的哪出呀?大白天的没事干就在路上睡觉吗?再说睡觉的话也应该拿个被子吧。 德凯,杰德,我们四人是被偷偷潜入的贝利亚偷袭了,现在需要你们传输能量给我,好让我去找贝利亚报仇。 随后救人心切的杰德和德凯,并傻傻地将他们全部能量传输给了假冒赛罗的贝利亚,两人因为能量耗尽而倒地不起。 吸收了这么多奥特曼的爱心能量,我的身体真是太舒服了,我的计划真是太完美了,这些奥特曼真是被我玩弄于鼓掌之中啊,小伙伴们,你们千万不要给其他奥特曼通风报信哦。 随后假扮赛罗的贝利亚又是相同的卧岛姿势,内心想着接下来到底哪位倒霉蛋过来被他骗呢? 没想到下一位来的竟然是赛罗他本人? 看不到我,看不到我,看不到我,糟糕了,这一下要露线了。 到底是哪个混蛋敢冒充我,伤害了光之小镇的这么多奥特曼,我现在给你两秒钟赶紧给我起来露出真面目,然后给我滚,不要逼我动手。 看清楚我现在是什么形态,我的战斗能力现在准是爆棚哦。 赛罗大哥,咱们有话好好说,我们这其中是有啥误会吧应该,我其实是那个贝利亚呀,你不要动手,我自己立马滚。